考驾帐的时候教练不是说了吗 一定要先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 下车要注意不要一个不小心猛然开门 发生机车被车门打到了意外 而网路上流传交通新规定就提醒大家要注意 在轿车后座乘客不可从左边上下车 如果从左后门上下车发生差状意外 小轿车驾驶人会被判刑 而这样的资讯其实是假的 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定禁止从左边开车门 真正的讯息还是要回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办理 那也请民众可以向警方来查证各项讯息的真实性 板桥分局交通主旋官邓仁豪表示 资讯流传左边开车门要小心是真的 毕竟意外往往就出在不注意不小心 实际上不管从哪边下车都得要提高警觉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136条 如果停在单行道左侧 的确是要从左侧下车 但不是绝对要从左侧下车 需依照当时的情况 原则上在路上如果要下车的话 还是要看你所在的位置 适合从左边下还是要适合从右边下 那都是看路上车流的状况 那开车门的过程要注意安全 也就是说不管从左边还是右边下车 发生车门碰撞的交通意外事故 都会吃上1200元到3600元的罚还 这一则讯息不全然正确 建议民众别再转传了 记者林立乌制衡板桥报道